小心 蹦的一聲槍響 保全重彈倒地 兩名蒙面歹徒衝入銀行 得手大量獻金後立即駕車逃逸 土城分局在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土城分行舉辦房牆演練 用超逼針的模擬協助金融機構以及民眾 遇到搶案時能夠保持冷靜 並記下歹徒特徵以及逃逸方向快速通報警方 演練過程中模擬歹徒駕車在巷陋裡穿梭 在街頭上演一場警匪追逐戰 為了避免造成無辜民眾受傷 警方立刻啟動攔截圍捕 在各路口設下警力包抄 最後成功將歹徒逼入板樹體育館 眼見插翅南飛歹徒也只能氣血投降 警方成功將歹徒逮捕歸案 重點在提醒我們廣大的民眾 對於年解光將到的時候 提領款要知道有房牆房欠的意思 最後要提醒民眾 我們警察局還有分局都有一個 護超的服務 有需要的民眾可以跟我們各匣區的拍手 來做一個申請 年關將近的時刻 民眾經常進出銀行辦理提存款 身上高額的現金容易成為歹徒的目標 警方也呼籲有需要時可以請求警方的協助 並希望透過平時的演練 提升所有民眾的警覺性 將意外發生時的損失降到最低 中家新聞無量嫌土城報導 請問一下